姚老师您的摔跤技术特别的好 那么您是在实战中如何创造摔的机会呢 因为我们一般都不容易进去摔 您能给我们讲一下您的经验吗 好 这个问题非常好 因为在摔的时候啊 这个时机特别重要 时机和机会 你不能让对方看出来 以前我教学上也有很多说 就是没有练过 或者是这种 他们经常问我 因为咱俩打 我去摔你 你摔我 我膝盖撞你 他说这就是太明显了 对 大家都知道太强的膝盖好 或者是圈击的 你打你叫我 啪 勾拳好 就你抱我 啪 勾拳好 所以摔不实动 其实不是这样的 这个东西叫抓司机 找对方的漏洞 找机会 让对方判断不出来 你比如说两人打的时候 对 你要经常练习 刚开始是练 配合练习 到最后这种打三的时候 对 你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抱你 你出拳 出点我就抱你了 但是呢 我不一定马上就抱 你出一拳 我不抱 我走 我打你当 你再出两拳 打打打 我还不抱你 我把你打 我把你打到注意力 都在上面的时候 我再去抱你 对吧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 就是我看 我打拼拳的时候 以重拳打我的时候 打 我就进来了 就抱你了 但我刚开始 不是说马上就抱你 我这是一种啊 就对方进攻 我去抱 还有一种 我就打对方 打他爆头的时候 我再去抱 因为你在防守的时候 你怎么抬踢啊 这要怎么去撞我啊 对 你得找这种机会 一个就是对方进攻 还有一个 我去打他的 我再找 这种实力非常重要 而且还有一种 就是什么时候呢 我做假动作 你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抱你 咱俩打 我这样 一抱 你一抱 我就打你 对 我一抱 打 你帮我下边 我再抱你 要有假动作 你看我在开始的时候 我老不抱你 打你 对你现在你再是想帮我抱呢 还是想我帮我上面呢 这都很重要 所以说 在训练方法很重要 就是说 我在我的学生练的时候 就是训练练习的时候 经常会 比如 你出拳 我就抱你 我出拳 你来抱我 对 这样甚至一种练习 然后呢 还有一种就是在实战中 就是咱俩先练 我带 比如你俩训练 你俩训练 我带 你想练摔法 今天 好 你不能出拳 是 我去摔 直摔 他打你 现在就这样 你比如咱俩训练 你打我 我就摔 对 你就出拳 你不可能 我就一直摔 这样练 找这种 感觉 就练的反应 就是等你这个 就是你想不到的时候 就是我也不知道 我什么时候去抱堆 但是实际来了 我就抱了 明白 就这种感觉 明白 就非常 条件反射 对 一定是条件反射 对 有时候你看 我在比赛当时 我看到我自己摔别人的时候 我当时我也不知道 我也没有说我想好什么时候摔 那就是自然反应了 是 有感觉就去做了 对 加微信 使用行义的拼音 获取行义权公义教学 进一天 那一天 我就